现在,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选择回乡创业,根据家乡特色选择不同的创业行业。 在贵州省荣江县,就有一位名叫韦国梁的苗族大学生,回乡创业扬起了湖峰,成为了当地远近闻名的峰王,年收入上百万。 近日,在位于荣江县八开镇亚类村一处深山中的养峰棚内,记者见到了养峰王韦国梁。 在上仙之马峰嗡嗡作响的棚内,韦国梁仍淡定地给马峰分潮,喂食。 2008年,大学毕业后的他在外地工作,期间了解到人工养殖湖峰前景十分广阔后,2011年变返乡创业,开始尝试养殖湖峰。 因为毕业之后,我其实也在沿海一带就传动了两年多一点嘛,然后也是做过普工,在留守学里面做过普工,也干过销售。 但是我觉得那个不是我想要的,然后我也同时也偶然地发现这个湖峰啊,因为从小的时候在我的印象里面,就这东西是很好的一样东西。 然后恰好,我觉得这个在市场上是相当棘手的,就是供不应求,所以我也在发现有人在研究这东西, 然后我就感觉这个是一个比较稀有的东西,就立马回家来开始尝试研究养殖湖峰。 刚开始回乡养殖湖峰的伟国粮,并没有得到家人的支持。 由于是村里的第一位大学生,家人对他寄予了很高的期望,希望他能够在外找一份体面的工作。 因为我当时养蜂的时候,别人都说是不务正义的,我感觉也是,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东西,但是在别人眼里,我就是不务正义的。 刚开始的时候老爸老妈都一直跟自己做的思想工作,不要去搞这东西,还是去上班,还是去打工,反正我就坚信, 这个东西一定能够给我创造人生价值的,我相信东西,我认识的东西我就不可能去放手了,所以就坚持做下来了。 刚开始养蜂时,韦国粮也遇到了很多困难,作为一个养蜂的外行人,他不断地从书上和网上去学习养蜂知识, 还去到云南、广西等地学习交流湖蜂养殖经验,并在原有的技术上优化与改进,探索突破了人工养殖湖蜂、交配、越冬、筑巢等难题。 因为我们养殖马蜂这个行业之前是没有人去养殖东西的,所以我们犯错误或者说我们遇到的困难是相当多的。 可以这么说吧,就是说我们比其他养殖业可能花三到四倍的精力去研究,去养殖这东西。 经过八年的摸索,韦国粮全面了解了湖蜂的生活习性,掌握了养殖技术,养蜂规模逐年扩大, 它成为了八开镇远近文明的蜂王,湖蜂远消广西、湖南、云南等地。 此外,韦国粮还牵头成立了荣江县国粮湖蜂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, 吸收30户贫困户加入合作社,带动村内外65户人家养殖湖蜂。 2018年,合作社养殖湖蜂1600多槽,收入达上百万。 它起步资金不需要多少,而且它不需要助转资金,是吧? 它市场是供不允求的。 然后像我们农村这样的话,你有山林,有资源的话, 只要你随便养一点,可以跟你打工一年的,那输入差不多。 这样的话,如果说我能够通过我这个行业,能够把那些人能够留在家, 所以我就想在当地把自己的一些价值观留住, 把自己的人生价值要创造出来。 我会把自己的价值观留下来。